大家好,估不到在2021年頭一個星期 恆指來了一個特集 本來恆指都弱弱地,想試穿26,000 誰知一抽上去,現在上到27,600點這個位置 我想大部分人都將短期的目標價升到28,000以上 我覺得是合理的,因為趨勢最近的趕股是強的 趕股強的原因是因為A股直接的帶動 因為A股也很失禁無神,就抽了上去 部分原因可能是中歐投資協議 甚至乎中國政府也開始比較重手段 壓抑房地產的消費 提振2021年今年的內需 內需股升得很厲害,直接帶動了趕股 但問題是去到27,600點這個位置 上面我覺得還有水位 28,000或28,200的水位都應該可以去到 但是空間就未必太多 也是擔心在農曆年之前 中國會不會 失驚無神有水緊 要拿錢出來過年 就會壓抑股市 所以暫時來看 我覺得是一個trading pattern 27,600至28,000點 作為這兩個目標價 下面要反過來的話 我想27,200點都是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